另外飘香50年的好味道 台东一家老店家第二代的老板 利用高粱和中药材 腌制出了特制的咸猪肉 还有手工搅拌的飞鱼卵香肠 一入口就飘出了淡淡的肉香和酒香 有客人几乎是天天来报道 飞鱼卵香肠油香自益 在烤网上制作香还有肥瘦参拌表皮焦黄油亮的咸猪肉 一片片切下病人忍不住想尝上一口 实在啊 对啊而且东西都还很新鲜啊 它的咸猪跟外面的不同的 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它们的咸猪肉有比较有狐特的味道 然后还蛮用心的啦 那你喜欢吃都完全不加料 对 我是建议来的客人吃原味的会比较香 才会吃得到他们的用心 所以你是常客的 是啊 我几乎每天来啊 让顾客愿意天天光顾 原因就在这款金门高粱腌制的猪肉 做工繁复废食 除了要先用中药材搓揉入味 接着加入金门高粱 浸泡腌制六天 就连温度都要严格管控 我们灌制这个金门高粱 飞浴卵香肠 我们首先使用化冬地区 为干净无污染的猪圆 从早上的温解猪肉去采回来 因为要配合这个飞浴卵的灌制 所以必须先冰镇 那我们就把这个猪肉 冰镇在冰箱里面 维持在10度以下 拿出温度计测量 接着将肉片放入机器搅碎 为了保持飞浴卵的好口感 老板坚持手工搅拌 好味道飘香近半个世纪 第二代老板推出宅配的服务 让老店也走出了心路 吃吗 吃啊 为什么会喜欢他们这边的东西 那个料还蛮实在的 不错啊 不错吃啊 它在香港很好吃啊 它的料都蛮实在的 跟外面的不一样 跟外面的不一样 在老板延续父亲的手艺 一丝不苟的用心制作 也让这款在地的好滋味 继续在台东飘香 记得潘君伟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